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聊一聊今天晚上这个秀了 之前那个在巴黎发布的那次 是不是也有关注这个秀 我有关注 但是我想把惊喜留给今天 因为今天应该算是我面对面的 应该是第一次 因为都是云上嘛 我觉得哪里比较期待 我觉得对他的场景 和对于他每一季的一些细节元素的融合 我会比较期待 因为Nicola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 很特立独行的设计师 他在融合很多 我觉得无论是艺术商业古典未来 还是这种洒爽和柔美 都是能够把它做到特别好 就是会让你觉得 你无论是想今天要一个什么样的元素 或者说你想要个性一点 或者你想要日常一点 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真的觉得很酷的单品 所以其实在LV的世界 其实是不被定义的世界 对 又到了一个就是怕冷 感觉要多穿一些 但穿多了又怕会不会不时髦 所以有没有就是风度和温度 可以兼备的建议 因为我是一个拍这个 舞打戏或者什么的 会比较受一些小的这种伤 所以我会很注意保暖 那冬天一个比较百搭的大衣 我觉得是很好一个选择 就是你大衣外套脱掉之后 你里面可以爱穿什么 就是稍微可以有型一点都可以 然后有一个长靴 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兼顾吧 大衣长靴 你有没有就是衣柜里是那种 穿了很久 但是我也一点都没打算把它换掉的衣服 有 但是也有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嗯 这是 就是会觉得 哎呀我到底可不可以嫁衣 也有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你经常拿出来的那个 就跟你能够交流更多的 你穿上之后 你会觉得更加的能够有一种舒适的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包的部分 我们把包打开看一下刘亦菲的包里有什么 其实你们能够看到应该有一些 我经常那个被拍到的 出去戴的都是这一个 然后这个颜色呢也是比较百搭的 没错 Cat you seen 我们那个就对 对 Cat you seen 对 这是我的这个 今天晚上看秀的邀请函 还有这个墨镜 这个是我真的非常喜欢 很实用 然后可以 我看看啊 再 这印的我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会感觉很亲切 专属的一个小皮具 然后还有一个气垫 口红 我发现这个包真的好能装啊 这还没有开始装 我觉得它这个小香水 然后还有个特别大的手机 它这个应该算不是最大的size 然后它都能装在这么多东西 也可以是整理的非常整齐